第一句话是 优秀 并不代表一定能够展现价值 还得找到合适的岗位 对 坚持自我也没问题 坚持自我的时候 你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因为这世界上不是就你一个人 其实从一开始听到现在 博蝉 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分析思考型的人 但是呢 你又充满了梦想和激情 就在你身上的理性和感性是相互打架的 我给你留灯 我想听听你 因为在当下也有美业的机会给到你 但是最遗憾的是到现在 我没有看到你跟美相关的能力在哪里 其实你自己也没有做好准备 除了医美相关的知识 你对其他的美丽 美妆行业 服装搭配行业等等都没有了解 对不对 是的老师 我是觉得它真的适合去医美 你现在可以操作皮秒是吗 首先我有这个资格证 然后后来我又备案了美容主枕 我可以操作就是 皮秒二氧化碳 现在皮肤管理科是 医美整个行业最火的一个科 你现在在北京你随便找一个 没事吧 大家注意一点 他愿意踩那就踩那 我也帮助你一下姑娘 我也特别认同 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的是技术型 所以其实我更建议你 可能我们现场的工作真的没有太适合 好在第三轮选择之前问一下你降薪吗 好不降薪 不降薪的原因是第一我选择的这个意向地点是深圳 第二就是岗位的问题 好在第三轮选择之前跟你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优秀 并不代表一定能够展现价值 还得找到合适的岗位 对 坚持自我也没问题 坚持自我的时候 你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就你一个人 第三 你有素质 素质好 但还是要有技巧 还有回答别人问题 直接回答再解释 不要先解释再回答 这样的话容易让别人堆积起情绪 就你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好不好 谢谢老师 来第三轮选择去货磊 大家都说他不适合他现在的环境 我认可 你也要知道你现在不适合 但是同样环境也会改变人 你要跳出你的舒适圈 来到大城市 慢慢你会适应这个环境 你也会变成我们眼中OK的人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坚持自我的同时 审视夺视 谢谢土雷老师 谢谢你的正义 谢谢老师 再见 可能我更多的是生活在一个小的城市 然后在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体制内的一个工作 所以可能在与人交往上不是让人觉得很舒服 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都习惯我这样了 就没有特意的告诉我 我确实可能是一个技术型人才 也比较适合自己的目前的想要去的这个向往的城市和行业 然后我在短暂的思考和衡量之后 也觉得应该坚持自己 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 不忘初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